大家好 对 兰花浇水呢一直是很多花友会非常关心的问题 那么我们想要把握好浇水的时机 想要把握好兰花这个质量的含水量 那么我们就可以采取这个称重法 那么称重法是怎么做呢 那么今天就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呢我们要在上盆之前先称好你的这个盆的重量和苗的重量 那么我们呢就将这个苗的重量呢比做A 那么盆的重量比做B 那么我们再来给它摘种 摘种完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来称一次重量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一个数值的话呢 我们就是采取C的数值 那么这就是整个盆的一个数值 那么我们再来给它浇一次透水 浇是透水之后完全质量全部完全浇透了 那么这一次透水之后呢 我们再来称一次重量 那么这个重量的这个比数值呢就是B 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轻松判断出 你这个质量的重量还有盆涂的含水量 那么这个怎么算呢 质量的重量的话其实就很简单的 就是呢你摘种好了这个C的数量 减去A减去B 那么就是你的这个质量的重量 那么质量的重量呢 我们用之一来代替 那么这个含水量就很好判断了 我们就用D减去C 然后呢除以质量的重量Z 那么再乘以百分之百 那么就是你的这个质量的含水量了 这个时候的质量含水量基本上就是百分之百的 那么我们后期呢再来按这个数值 你想要觉得你的盆涂差不多干了 你想要给它浇水 那你来给它计算一下它的含水量 然后呢一般低于百分之三十左右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给它浇水了 浇水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完全浇透 完全浇透 怎么才叫完全浇透呢 我们直接浇一遍了 其实呢可能盆底有水流出来 但并不代表它就已经浇透了 我们呢等到盆底流出之后啊 我们隔几分钟再来给它浇一次水 让它的水路呢改变一个方式 然后呢把你的质量全部浸润 然后全部湿透 这样呢才叫做完全浇透 所以这就是给南花浇水非常有用的一个办法 那么花友们呢就可以采取这种方式来给南花浇水是不错的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